Pranalogies,我是阿育肺图医师Jolai 今天我想邀请你一起来练习 适合外出旅行时消除腹肿 以及双腿酸痛的阿育肺图医家伸展 你所需要的工具是一面墙 坚硬的地面 以及一条毯子 我们先背躺在地板上 两条腿抬到墙面上 至少脚跟是要跟墙面贴合的 感受身体与地面的连结 调整你的呼吸 我们将一只手放在胸口 另一只手放在腹部 感受掌心所传来的温度与重量 自然的呼吸 感受腹部的律动 吸气时prana进入你的身体 肚子缓缓地隆起 吐气时 肚子缓缓地沉入地面 下背因而获得伸展 心稳定之后 你可以将两只手松开 手臂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 不过心还是有些不定 或者有些心慌慌感觉的人 可以维持将手放在胸口 以及腹部的位置 允许自己融入这个当下 接着我们将右脚弯曲 脚踝放在左大腿上 不是放在膝盖上 是放在左大腿上 你或许会感受到 右侧臀部有一些伸展或是酸痛 这个是正常的 先将身体停留在这边 自然地呼吸 每一次吐气时 感受你的腹部下背 贴近地面 我们让身体与心 习惯这个位置 随着每一次的吐气 缓缓地释放 接着下一次的吐气 左腿弯曲 左脚沿着墙面 往下一动 你会感受到 施加在右腿外侧的压力变大了 这个是正常的 我们正在伸展这个区块 透过调整左脚的高度 你可以调整 右腿伸展的程度 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 停留在这边 下一次吸气时 两条腿回到墙面上 伸直之后 下一次的吐气 两条腿一起弯曲 两个脚掌贴在墙面上 帮你做舒缓与复原 停留在此 自然的呼吸 允许自己 在每一次吐气时 释放掉一切 接着准备好 下一次吸气时 右腿伸直回到墙面上 左腿弯曲 左脚踝放在右腿大腿上 每移入一个新的位置 我们都先用几次的呼吸 让身跟心做适应 下一次的吐气 我们将右腿弯曲 右脚沿着墙面 缓缓地向下方移动 伸展我们的左腿外侧 一样 你可以透过调整 右脚在墙面上的高度 进而调整 左腿外侧伸展的程度 右脚越高 伸展程度越浅 右脚越低 伸展程度越深 停留在一个最适合 这个当下的你的位置 自然的呼吸 下一次吸气时 我们将双腿伸直 带回墙面之后 两只脚同时弯曲 脚掌相碰 两只手抓住你的脚掌外侧 允许自己停留在这边 感受下背 与地面的贴合 如果抓着脚掌外侧的伸展 对你来说太深的话 你可以像我们之前一样 将两个脚掌 踩在墙面上就可以了 下一次的吸气 两条腿伸直 脚跟回到墙面上 感受这个当下的你 肉体的 心理的 能量体的 允许自己释放掉一切 你的大脑在这个时候 或许会开始 丢出一些日常生活的片段 就像看电影一样 我们身为一个观众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静静地观察这一切 不做任何的评断 观察 而不评断 现在请感谢自己的心 给了自己这个机会 反省代谢 生活中的一切 感谢你今天的练习 Namas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